土耳其大地震造成了重大死伤 住宅地震保险基金就提醒不可以轻忽 住宅地震显得投保率 台湾跟土耳其一样地理位置都位在板块交界处 地震频繁 但截至今年1月底住宅基本保险的投保率只有37.29% 显示民众对于住宅具有风险观念 但仍有许多屋主没有投保 如果地震发生造成损失 可能无法获得基本保障 因此住宅地震保险基金建议 民众应该要及早投保